是主播的日常时间吗 是 好 主播的日常时间这么快就到了 今天时间过得好快 来看那我今天分享什么呢 就是我们很爱的一个小天地在公司里头 是我们的书画室 书画室有一区呢 是有沙发区 然后通常呢 这个要等待 因为书画其实人数 有时候要书画有来宾 有主播啊 或是有一些主持人啊 人数会很多 所以大家可能要等待一下 就会在这个沙发区等 不过有的时候人没有那么多 所以呢 就会有一些空位 然后呢 因为有的时候比较早班嘛 真的会太累 然后我就会偷偷的到那个沙发上面躺一下这样子 然后那个里头的一些发型师啊 化妆师妹妹们 他们都人很好就会帮我盖被子 但是他们会偷偷拍下我在睡觉照片 而且不止一次 然后每次都是被他们捕捉到 我都不知道被拍 因为我很快就睡着 他们都说我很厉害 因为其实书画室里头大家都在讲话嘛 但是我都可以无视那些声音啊 我就睡着了 另外这张照片也是同一天 然后这个是若鱼主播的爱犬 他叫Lucky Lucky好像之前也有来上过我们的节目好像 然后那一天呢 因为家里真的没有人可以照顾Lucky 所以呢 若鱼就拜托我们说 啊 他那天要播新闻 所以呢 他会带来 然后请我们帮忙有空档的时候照顾一下 然后因为我们家也有养一只一样的贵宾狗 所以呢 我就很习惯有狗在 所以我就说好啊 好啊 然后那一天就 我已经下班了 所以我就说好 那我可以帮他顾狗 这样子 若鱼就在棚内播新闻 然后我们就开电视 让他的狗狗可以看着若鱼播新闻 然后我们就在里面陪他 然后他的狗相当的乖 这样子 然后我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对 狗是若鱼的 没错 许名方问 然后呢 这是那个啦 上礼拜啦 疫情还没有大爆发的时候 大家不用担心 对 我秒睡 Lindsay问我是不是秒睡 我常常都秒睡 哪里都可以睡着 沙发很短 对 但是OK 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记得遮脸 对 要遮脸 要不然那个睡姿不太好看 会被拍到 然后蔡雅芳说狗很可爱 中立有水神可以拿吗 请大家Google一下好不好 因为全台好像26个地方都有免费的水神可以拿 徐贵箱问的 请大家Google一下 然后还有狗 对 狗是若鱼的 偷睡没有打呼 不会睡到那么深啦 Jerry问我 Jerry J问我 不会不会 睡到打呼太尴尬了 OB Wayne知道这是若鱼的Lucky 所以有看过 对 Lear Wayne也说这是Lucky 对 狗狗Bob Chin说狗狗过年的时候有来过 没错 可以带狗上班 很开心的一个环境 有没有制作人的日常 这个我再问一下制作人 好 它今天蛮忙的 我私底下再问它一下 或是你们问它 你们留言问它 看它要不要公开它的日常 它很开心 你们都跟它互动 我们美丽的制作人 下一次拍家里的狗狗 给我们看 Smart说 好啊 下一次我会拍我们家的狗 我好像之前有分享过 对不对 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 啥时带我家的狗 Lindsay说 我们家的狗 它现在很老了 眼睛有点看不见了 我很怕它蓝 然后会东撞西撞的 而且它没有像若鱼的狗狗 这么乖那么稳定 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带它来 但是照片我可以带给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